大概我们的一些重点大概是这两部分 那现在就进入到我们这个交通需求的这个 针对这块基地交通需求的一个评估 那这张图里面大概就是我们推估未来的量 推估未来的量 那这个服务的这个未来的使用类别有很多 有社服 有机关 办公室 还有一些商业设施 还有公共住宅 那它有不同的开发的规模 那我们就针对这个类别跟开发的规模 我们可以推估出来 未来在尖峰时间 它可以吸引过来的这个交通量 还有这个人是多少 那根据我们这个目前规划的这个类别 跟这个开发的面积 我们推估出来 未来在尖峰小时的 这个来自进出的交通量 在早上是大概600多的这个小客车 这边讲的PCU就是小客车 那下午尖峰大概是400多个小客车的流量 下一张 那刚刚我们推估出来这个流量之后 那我们就讲到下一步 我要把这些流量把它分配到周边的道路上面去 分配到周边的道路去 就把这些流量丢到每一条道路 然后去看它的未来的服务水准是怎么样 那下一个 这个就是我们推估之后 把这个所有量推到 放到周边的一些道路上面之后 它的交通的服务水准 那么要看这个服务水准 这个画圆圈上面的 白色的半圆是上午尖峰的服务水准 前跟后 开发前开发后 上面是开发前下面是开发后 那下面这个半圆的黑色是下午尖峰的交通服务水准 那大家看一下这里面的ABC 大概看到这三个数字 那我们在交通服务水准里面 我们大概分六级 ABCDEF 分了这六级 那大概在ABCD这四级 是属于顺畅的交通水准 那E是属于车多 车比较多 那F级是雍塞 是雍塞 所以今天我们把它推估出来 未来在周边的道路的交通服务水准 都是在C级的 ABC级这个等级 下一张 OK 现在讲到停车 刚讲到第二部分就是停车的问题 那我们针对这个基地周边 停车的供给跟需求 也有做一个调查 那发现到 这附近的汽车的停车的供给是不够的 汽车比较难停 所以我们也希望说 透过这次的基地开发 未来能够有多一些的停车空间 能够留出来 给附近居民的这个 就是这个停车的需求 能够来停 那我们目前想法也是是 未来这个地下的停车空间 能够比照 我们现在公有停车场的费率 还有这个优惠的机制 来吸引附近的这个路边的停车 能够到这个 这个路外的停车场来停 再加 这个就是目前规划的这个停车位 那现在我们实际设的汽车停车位 是1749格 目前规划是这个数字 那我们算一下我们这个基地呢 它自己实际最大的需求 大概是1016个停车需求 所以呢 现在会多出大概733个这个 汽车的停车格位啊 可以多出来呢 给附近的这个居民来停车 也就是说 我可以把这个周边的一些道路 做一些管制 把这个这个路边的停车呢 吸纳到这个建筑物的这个地下停车场 而这块基地啊 其实大众运输的目前呢 来看大概只有公车是比较方便的 在福德街信义路这边 大概目前有五线的公车 它可以接到向山站 那南北线 南北上的方向呢 大概目前有三线的公车 那可以接到捷运的这个永春站 或者是到松山火车站 那其实未来呢 大家都知道 这个捷运信义线的东沿段 终点就是在这个地方 会在这个广石不外园区 那未来这个地方也会有这个出入口 所以未来这个地方的大众运输啊 其实是蛮方便的 可是我们觉得还是不够 因为这边是一个终点站 所以应该还要再多一些接驳公车 可以对外去接驳一些地方 所以我们希望未来这个 能够有一些接驳公车 可以往东 或者是在往北接到永春站 或者是在 再到这个北部的这个 往北到新店松山站 能够有一些这个连结 那所以呢 我们在这个基地里面呢 也有预先规划了15辆的这个小型巴士 中型巴士的这个 这个调度的一个空间 也就希望这边将来 能够透过捷运加上这个接驳公车啊 让这边的交通疏运更是方便 这个是我们未来在基地周边的一些规划 一些想法 因为我们刚刚讲的 有多出来700多个这个汽车停车格 有多的这个空间 所以我们希望能够把周边向道啊 这个路边的停车呢 能够把它吸闹到这个 这个路外的停车场 这是一个 所以我们未来在这个道路上面呢 车道就可以多布设一些 提高这个道路的这个容量啊 对交通都是有好处的 那另外呢 在这个基地啊 目前的规划 都有配说15到22米啊 那么大的一个宽的一个空间啊 那这个空间啊 我们可以未来对行人来讲呢 绝对是一个很好的行走 一个很舒适的一个空间 那包括像自行车的这个骑程啊 都会规划在这个里面 那另外呢 这个目前在规划上面呢 林道路的这个 这个停车场出入口啊 大概有两处啊 一个是在这个福德街84巷 也就在这个地方啊 左边 然后另外一个是在大道路上面 那为了降低这个进出停车场呢 这个除车 提高这个除车空间 或者是降低这个进出停车场 车队对这个一般车流的影响呢 未来这两条道路都会退缩一个车道 就是进出停车场呢 都会用基地退缩的这个车道来进出 尽量不要去影响到既有的这个车道的这个交通 这个就是我们一个示意图啊 这个是用这个福德街84巷的这一条道路 我们下面这张图呢 就是有基地退缩一个车道 让这个进出停车场的这个车辆的来使用 那另外大道路呢 也是比照这个方式啊 也是退缩一个车道 让进出车辆 进出这个停车场的这个车辆来使用 好 大概我整理一下 这边是大概上一个小节 我们整个这样子做了一些改善措施之后啊 我们评估这个将来开发之后 周边道路的这个服务水准呢 可以维持在这个西级以上 然后在停车的部分呢 我们刚刚有讲就是有多的停车空间 有多700个停车空间呢 可以吸纳周边的提供给附近这个居民呢 来使用 那目前呢 我们设计的这个停车场出入口啊 也会配合做这个基地退缩车道 减少这个对道路交通的这个影响 那未来呢 这个捷运通了之后啊 捷运这个东沿段通了之后呢 我们也会披使这个这个接驳车啊 去到往外更延伸 所以整个整个的交通措施的该以上之一样 谢谢 好各位乡亲大家晚安 那我想广池 从过去的这个广池博爱院到现在 我想提供这个整个社区的 我们认为这个公共住宅 在社区里面的社府设施 是提供给社区的一个 打开喝醋 冰雅 所以我们从这个 这个长照的这个设施 包括到妇女的到少年的 还有拖婴亲子馆 这些从老到少 我们都会配置在整个广池的这个圆区里面 所以从这个长照到 小孩子的拖婴到亲子馆 我们讲台北市大家都很喜欢的亲子馆 到所谓的妇女中心少年中心 还有这个我们社区的 这种 这个据点 共餐的据点 那这一些 都我们在社区的服务 都会来配置在这里面 那我想大家很关心的部分 是这个 所谓的住宿型的这个 社府的机构 那我想跟各位乡亲 来报告的是说 第一个是我们让他这个社区化 第二个小型化 第三个就是分散化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 这个所有的无论是面对哪一边的 这个ABCD的区块里面 我们在D楼层 我们考虑到这个整个设施的安全性 所以这种住宿型的机构 在D楼层 在ABCD的这个四个基座的D楼层都有配置 所以我们是一个分散化的一个配置 那当然第一个部分是安全 这个在D楼层的配置 对这种住宿型的机构 才能保障我们所有这个 这个住在里面的人的安全 那第二个当然是说 这个分散的另外一个好处 就是说 我们希望说 他不要是一个 太集中的一个方式 那第三个部分是 虽然分散在这个D楼层的部分 那但是这个我们的 这个住宿型的这个机构的外面 就刚刚如同李局长所报告的 那外面是这个 大家可以看到 面对各位的街道这部分 是这个商店 那所以我想 我们希望 这个社福设施 跟乡亲 能够融合在社区里面 我们也希望 这个社福设施 它能够是一个符合 国际化的一个标准 那也希望这个社福设施 是一个进步的 变成我们整个社区的一个交往 那更重要的一点是 更能讲了 更重要一点是 我们希望 这个整个的这个社福设施 也能够让这个 所有我们的 相亲来使用 所以我们规划的是 从小到老 从男到女 从这个 我刚刚讲的这个 婚姻亲子馆 到少年中心 到妇女中心 到福利中心 到这个 长照的机构 到这个 之间照顾的中心 那这些我们都会放在 这里面 那我们希望说 对所有 可以照顾的族群都来照顾 那也跟这个社区做一个好朋友 所以 事实上 更相信再次报告 是说我们是一个 在住宿型的机构 是一楼层的 而且是分散化的 社区化的 这个分散而不是一个集中的一个样态 那我想从过去的这个广池 我还愿到今天的广池 我们要有一个新的 希望它是一个 进步的一个 漂亮的园区 那我们会来提供好的服务 给各位相亲来这个使用 各位相亲大家晚安 卫生机其实是很关心 我们的社区的老人的照顾 那我们 我们可以从一些数据来看 所以今天卫生局 怎么样来做这样的一个规划 各位可以看到 我们新医区的老人是 老人的比例是高过全台北市跟全国 那下一张 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的老人 其实是越来越多 那失能的人口也越来越增加 下一张 那在我们盘点就是 新医区有哪些的医疗照顾 或者藏医照顾的一些设施 我们可以看到 其实我们的医疗设施是足够的 下一张 但是呢在藏医照顾的部分 我们可以看到 在这里面我们有看到 居家跟社区的 我们可以看到 其实我们的日照是不够的 一个国中学区要一个 那在我们新医区其实是缺了 还有不足六家 我们再看机构住宿型的 可以看到 依照我们的失能的人数 去算我们 新医区到底需要多少的床位 各位可以看到 在新医区其实加总 我们只有六十六张床 足够 根本不够给 我们所需要的老人来使用 所以我们 大概不足将近九百床 那各位可以看到 在护理之家 跟私自照顾 尤其是都没有 往下我们再看 所以呢 在我们卫生局 我们规划的 其实我们今天不是要去做一个护理之家 我们要做的 一个形态叫做中继 中继 所谓的中继期的一个照顾 什么叫中继期照顾 就是有一些个案 有一些人 有一些市民他们可能中风 中风了或者是因为跌倒骨头 跌断了去开刀 那这些人在住院 我们知道健保 现在规范的就是不能住很久 住到说你可以自己照顾自己 那他们回家怎么办 回家可能就是要去复健 每天要复健 那但是有人住在公寓的楼上 他怎么每天下来复健 还有家人要怎么照顾他 因此呢 卫生局就去规划说 我短期 让这些人可以住到 这一个机构来 所以我们设置了80床 希望这80床可以提供给社区里面 有复健需要的人 他每天就住在那里 或者是小照顾 家人也可以去上班 也不会影响到家人 那他住在那里呢 我们二楼有一个复健中心 他每天可以下来复健 密集的复健 让他可以自我照顾 三个月他回家 所以这叫中继期的照顾 那因此在楼下我们有一个门诊 门诊中心 这门诊中心呢 可以供给社区里面的人 做什么 就是做 比方说看个病感冒 或者是要 小孩子要打预防针 那甚至呢 复健的时候要给医生 复健医师看 那都在这个门诊 那方便这些复健的人 或者方便社区的人 下一张 因此呢 我们在一楼就是放了门诊 所以门诊就是一般 像我们隔壁的诊所一样的一个门诊 那二楼呢 就是我们的复健中心 有配了很多复健的设备跟复健的物理治疗师 职能治疗师 语言治疗师在那里 那三楼到七楼就是我刚刚讲 八十床的一个照顾的一个 二十四小的照顾 那他是短暂在这边停留 被我们照顾 三个月他复健好了 他可以回家去过他自己的生活 那因此呢 我们在这边可以看到 就是一楼到七楼 下一张 那这个是大致上给各位看到一个示意谱 所以我们有门诊 可以做一般的 还有健康检查也可以在这里 再下一张 那中继期的这个我们可以 我们可以看到他就像过日子 所以我们三楼到七楼 这么大的面积 为什么只放八十床 因为我们让他像家 一些的设备都让他可以去学习 他怎么回家 怎么过日子 所以这是一个训练 他训练到他可以自我照顾 那就回去 这个是我们在 这个中继期的照顾的 这个部分的理念 这个大概就是几个示意谱 让大家知道 我们是强调的是复健 那这个是卫生局的一个报告 好 接下来在这个 介绍完之后呢 我们是民众登记发言的时间 那在之前呢先介绍一下 刚刚没有介绍到的贵宾 首先是洪建议洪议员 你们有亲自到场 谢谢 那接下来是松龙里长 黄俊龙黄里长 好 从这边 接下来是戴琪清议员主任 也有来到现场 然后新人李吴建德吴里长 好 谢谢 好 接下来是徐世勋议员团队 也有来到现场 大家好 在这边 接下来是景秦领 賴慧珍办理长 好 接下来是陈立辉 陈议员主任 也有来到现场 大家好 好 谢谢 接下来是秦领主任 也有来到现场 好 谢谢 那接下来的时间呢 是我们登记发言的部分呢 会来做进行 那每一个部分 刚刚的 是 我再用各位五分钟的时间 把这段时间 各位意见调查的一个 关切的议题 做一个补充 那各位民众 关切的议题 除了刚刚讲的绿地之外 基本上也有民众在反映说 可不可以从福德街这个地方 有一个车道出入口来分流 有关于我们在 那个未来行政大楼的一个 出入口位置 这边要说明一下 未来我们的福德街 是因为我们的捷运R03站的 出入口站体位置 基本上它的出入口 跟它的排风设施 都在这个福德街側 所以基本上各位可以看得出来 我们在福德街这一侧 要做斜坡式的车道破口 基本上是比较困难的 因为捷运工程的关系 下一页 那所以我们为了配合这个部分的话 在我们现在临福德街 测的这个行政大楼的 单独这个车道出入口 我们会从基地内 退缩一个车道出来 换言之未来行政大楼的 停车需求的空间 不会占用到现在福德街 84项的道路路幅 所以在地的居民可不用担心说 这个会造成区域的交通冲击 下一个 第三个议题是之前 我们居民也有提到说 有关土壤异化这个议题 那跟各位报告 目前所有的规划设计 基本上我们的所有的基础系统 都是深入到我们的研盘 而且这个部分的话 基本上配合连续VP跟地址改良的话 未来的结构安全是没有疑虑的 下一页 再来是我们对于 要保留足够的公园 供大家来作为活动使用 我们刚才已经说明过 我们在南基地的这个部分的话 规划一个1.44公顷的一个绿地开放空间 包含0.22公顷的顶盖型的开放空间 然后同时把开口转向让大家方便 更容易到达下一页 再来是有关于居民 关心地区人口密度或过量的问题 我这边大概以我们基地周边所临接的 大人大道中波跟松龙来做统计 我先说明一下以广资未来规划1562户公宅 跟社福设施之后 我们的入住人口会在4000人左右 常住人口会在3289人 换言之整个常住的人口会在7372人 这是推估的值 那再来是流动人口的话会有2900人 换言之整个未来开发之后约有1万人 但是我要跟各位说明的是 以现在我在大人里的现有人口密度来看的话 虽然它增加了2.7倍 我想这个都是我们从网路上的统计 伯伯不要激动 我是先说明我们的统计 如果你有意见没问题 我们可以来讨论 那我们这边是对比我们现有的人口 好不要激动 好谢谢 那我们说明还是以在地里的大人里来看的话 它增加了2.7倍 没有错 但是我们要说明 以现在信义区密度最高的思维里来看的话 它的密度其实我们还少到14% 好下一页 再来是有关于议题六 有关于我们公听会的意见调查分析的话 我要再次在这边声明 我们的公听会的意见调查 基本上并不是说你无意见没有寄回 我们就视为同意 我们没有预设立场 我们也欢迎你有赞同意见把它寄回来 那个才会记录我们的母数 如果没寄回来或忘记了 没关系 那也不作为我们统计的基础 那各位当然有保留的意见 那就透过这个意见调查表把它寄回来 让我们了解掌握问题的所在 好下一页 再来是有关于除了公园绿化之外 我们也承诺未来广持公园 还是会维持公园的使用样态 包括按照公园制制条例里面 所应附设的这些设施 我们画面上看到的这些 我们也会在南北基地各留设一处 具有公园设施的附属设施的这些设施 来开放供大家使用 来 最后 最后是有关整个工程的期程 我们希望在公计会完成阶段性的目标 让大多数的民众都能支持我们的计划之后 我们希望在年底能够进行设计规划标的一个包包 然后在明年年底之前 能够完成工程的一个包包 然后开始在明年底开始进行到工程师做 希望在108年的时候 能让行政中心先行进 竣工启用 公共设施先进驻 然后整个期程我们希望在110年 那以上 谢谢 请问有还评吗 都市有还评 好 我想等一下那个程序的部分 所有登记的发言 然后我们照着发言的顺序来做处理 首先第一位放弃发言的部分呢 是柯秋平小姐 不好意思 请问在哪边 好 工作人员的部分 麻烦地下麦克风 然后下一位是罗吉莲先生 麻烦请准备 那我们每一位发言的部分 刚刚有说过规则 三分钟我们两分钟会加按零 三分钟两次零的时候就停 离止发言 谢谢 麻烦你 那我